为了要让民众更了解客家文化 感受客家的特色风情 县府文化局在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 开设浩克产业馆 文化局长林荣生表示 民众生活中许多日常借出的美食、器物 与客家文化有很深的渊源 因此为了使民众对客家文化 有更深刻的认识 文化局每年茶博会 都会开设浩克产业馆 借此推广客家文化以及产业 每次都受到民众的喜爱 收邀参长的业者也都收获满满 我们这一回 透过浩克产业馆 做了一些摊位的展示 把客家的产品文化 做一个展览 同时我们邀请到 10家的客家产业的业者 也来这里摆摊 同时让民众来到这里 不只是能够了解 感受到客家的文化 同时也能够看得到 而且能够吃得到 同时可以买得到客家的产品 那过去我们在 茶博会所设置的浩克产业馆 每一年他们的业绩都不错 那我们希望说 一年能够比一年更好 同时把客家产业推广出去之后 让大家能够喜好客家的产品 那最后能够对我们客家的乡线 以及客家产业有一些实质的效益 文化局表示 会场除了有客家特色商品展示之外 还有客与学习 客家美食 客家文化生活 以及南头县客油水沙连2.0 油城等展示项目 DIY手作区也推出了 哈克爱雷茶 油脂省彩绘 种子创作等体验 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我今天所用的就是胡威驴和那个无患指 那个来做一个DIY 这个DIY的话 我们就是用那个拼子的 用比较可爱的 用那个蚂蚁来做一个DIY的一个展示 给大家 大家DIY DIY只有100块 两个同行还150而已 我们希望说大家能够来 来这里逛一逛 来DIY 带一只蚂蚁回家 自己做的 真的很不错 今天做的是一只蚂蚁 我觉得很好看 很可爱 老师教得很好 所以不会很困难 而且这个领子很漂亮 哈克成业馆 除了展示客家文化的产品 文化以及美食之外 也邀请到10家客家特色业者 展示客家产品 以及亲子DIY课程 让民众除了能够了解客家文化之美 也能够看到 吃到 还能够买得到 希望借由该馆推广成果 让客家文化以及精神 升值人心 让客家产业也能够受益 进而带动客装繁荣 记者蔡世奇 中心新春采访报道